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成果便是台湾最新推出的潜艇海坤号 这艘潜艇不仅标志着台湾在潜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也象征着台湾在自主能力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台湾首艘完全自主建造的潜艇 海坤号不仅是台湾工业技术积累的结晶 更是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环境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 台湾急需具备强大的防御能力和战术威慑手段 海坤号的诞生正是台湾海军为应对这种局势所做出的重大努力 从外观上看 海坤号与其前辈海龙级潜艇有诸多相似之处 整体轮廓与设计结构在常规潜艇领域中相对保守 然而 海坤号的内在技术水平却发生了质的飞跃 该潜艇得到了来自美国多家顶尖防务公司的支持 整合了多项先进的武器系统和侦察设备 使其具备远超传统常规潜艇的作战能力 在技术来源方面 海坤号的研发离不开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 雷神公司和L3 Harris等全球知名防务企业的技术助力 这些公司为海坤号提供了三大关键武器系统 赋予了该潜艇卓越的作战性能和水下隐蔽能力 首先 海坤号配备了先进的光电维杆系统 这种装置能够在潜艇保持水下隐蔽状态时 进行360度全方位的战场监控和信息收集 极大提高了潜艇的态势感知能力 与传统的潜望镜相比 光电维杆不仅减少了潜艇在水下行动时的暴露风险 还能够在夜间和复杂天气条件下有效运作 提供清晰的战术视野 其次 海坤号搭载了极为先进的主动声纳系统 该系统能够精准探测水下潜艇和水灭舰艇 极大提升了潜艇的反潜作战和防御能力 台湾海峡等潜水环境对声纳系统的要求极高 而海坤号所配备的声纳系统 不仅能够在潜水域精准探测 还具备强大的反侦察能力 能够有效应对敌方潜艇的声纳探测 进一步提高了潜艇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海坤号不仅仅是一艘用于防御的潜艇 它还具备强大的进攻能力 首先 其先进的声纳系统 能够大幅提升水下侦察和目标锁定的能力 精准探测敌方潜艇和舰艇的动向 为潜艇制定战术提供可靠的情报支持 其次 海坤号配备的高效电池和发电机系统 保证了潜艇在水下作战时 具备稳定的动力供应和长时间续航能力 这使得海坤号在执行场时间的 隐蔽巡航和战斗任务时表现出色 特别是在潜水区域内 海坤号的鱼雷系统经过了全面升级 搭载的48克瓦查鱼雷 不仅具备高速和精准打击能力 还可以在突发状况下迅速发射 及时打击敌方目标 这些能力使得海坤号 能够在应对复杂战斗环境时 具备快速反应能力 能够在敌方反应之前完成致命打击 所有这些功能 使得海坤号不仅适用于传统的防御任务 也具备了主动执行攻击任务的能力 尤其是在潜艇战术对抗中表现出色 48克瓦查鱼雷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打击武器之一 拥有强大的打击力和精准的目标跟踪能力 它能够以极高的速度和精确度攻击敌方潜艇和水面舰艇 足以摧毁大型军舰甚至航空战斗群 48克瓦查鱼雷的引入 使海坤号具备了与先进潜艇对抗的能力 为台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手段 尤其在台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海坤号可以通过搭载这些鱼雷 有效遏制敌方舰艇的威胁 维护海上安全 除此之外 海坤号的设计还融合了来自荷兰的潜艇技术 并通过台湾自身的技术团队 完成了大量的自主研发工作 这不仅打破了对外部武器供应的过度依赖 也展现了台湾具备从事高端军事装备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能力 在技术整合方面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担了整合任务 美国的先进5G系统与海坤号的核心设计 完美结合 使其具备了接近美国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的战斗力 尽管它是一艘常规动力潜艇 在作战功能方面 海坤号不仅限于传统的防御任务 还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 该潜艇能够在台湾海峡等潜水区域中 执行复杂的水下战术任务 其灵活的机动性和强大的作战能力 使其成为一艘多功能的现代化潜艇 海坤号的高效电池和发电机系统 保证了其在水下长期航行的续航能力 声纳系统与48克瓦查鱼雷的搭配 让其在水下作战中如谱添翼 台湾的最新潜艇海坤号 不仅代表着台湾工艺的新高度 更是对其海上防御能力的一次重大升级 作为台湾首次自行设计并建造的潜艇 海坤号不仅在防御力量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其强大的武器系统和先进技术 也使其潜艇战斗力接近世界最强核动力潜艇之一 美国的维吉尼亚级核潜艇 虽然海坤号采用的是常规动力系统 而非核动力 但其综合作战能力在国际常规动力潜艇中 已处于领先地位 成为台湾防御力量的重要支柱 海坤号的出现极大的增强了 台湾在台湾海峡这种独特地理环境下的战斗能力 该地区水域较浅 复杂的水下地形 给潜艇作战带来了巨大挑战 然而 海坤号的隐蔽性和灵活性 使其能够在这些复杂的潜水区域内 执行各种复杂任务 凭借这些特性 海坤号能够对抗大型水面舰艇和潜艇编队 形成强大的作战威慑力 台湾在过去依赖外国潜艇 如荷兰的海龙级潜艇 虽然这些潜艇性能优越 但由于长期的国际武器禁运政策 台湾很难继续外购现代化潜艇 这种背景促使台湾 加大了本土潜艇技术的研发力度 而海坤号则是这一努力的成果之一 通过自主创新 台湾不仅打破了国际技术封锁 还成功将多国技术融合 打造出一艘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潜艇 证明了台湾在现代军事装备领域的技术突破 海坤号的出现 不仅在台湾引发了广泛关注 也受到了国际军事分析界的高度评价 军事分析家沙顿 是众多专家中对海坤号评价较高的一位 他指出 海坤号的设计和技术水平 几乎可以媲美国的维基尼亚集合潜艇 尽管两者在动力系统上有所不同 但在常规动力潜艇领域 海坤号的战斗力已接近世界一流 值得注意的是 沙顿此前曾准确预测中国潜艇事故的情况 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准确的分析能力 他的观点在军事领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他认为 海坤号的隐蔽性 攻击能力和灵活机动性 使其在未来海上对抗中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沙顿的积极评价 不仅增强了外界对海坤号的期待 也提升了台湾工业的国际形象 海坤号的服役 标志着台湾在自主创新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代表了台湾在潜艇技术上的显著进步 也为台湾的水下防御力量注入了新的活力 凭借先进的武器系统 融合多种技术的设计 以及台湾自主研发的技术积累 海坤号已成为台湾的中坚力量 具备应对未来复杂战术对抗的能力 随着海坤号及未来潜艇的服役 台湾的海上防御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随着海坤号的服役 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 尤其是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这艘潜艇将在防卫力量中扮演关键角色 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战斗力 海坤号不仅巩固了防御体系 也展示了台湾在自主研发领域的潜力 展望未来 海坤号的出现 无意为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中 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力量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是环宇哥